高喊人民当家 高喊要聆听民意 但是民意的声音 马政府始终听不到吧 除了大法官的会议 在今天所有的审查会议当中 在立法院依然在国民党的多数立委 优势之下闯关成功 多数暴力 这种多数霸凌还出现在昨天 昨天的预算 核四的年度预算 依然闯关成功 反核环保团体今天再度到立法院成行 他们认为台湾不顾世界的废核潮流 执意将核四工程预算在立法院强行闯关 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 环团甚至用这个绳子拉开铁门进入立法院 大动作的抗争就是要马政府听听人民的声音 用力向上抛绳子 企图将紧闭的铁门拉开 却遭到警察用油压剪把绳子一分为二 进不出立法院没关系 反核人士站上宣传车 执政用大声攻向立法院内喊话 台湾最高频率机构的立法院 整个核四厂 140名 我们的穿金钱 吃党吃费 经历都通过了 抗议立法院前一天 甚至通过核四工程140亿的预算案 完全背离民意 反核人士更点名要立委 李庆华 吴玉申双双落选 由于前一天 反核团体还在立法院爆发激烈的拉扯冲突 隔了一天再来抗议 立法院加派警力 手持盾牌 全副武装 反核团体用行动表示愤慨 控批台湾民主开倒车 更扬言明年选举 要让永和立委统统统下台 三立新闻 陈北廷 萧迅宏 听不懂 反核团体弄口不是没有道理 不只质疑马政府是违背民意 更是违背了世界潮流 接下来透过我们的国际头条的画面 陈北廷